中美贸易摩擦日渐升温 美国已多次借题发挥 声称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对港实施所谓制裁 对此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表示 美国只是利用香港作为影响中国的棋子 但其所谓制裁行为对香港的影响微乎其微 吴宏斌称 将美国作为单一市场的企业可能受影响较大 但这类型的企业占比很小 香港商人灵活多变 大部分企业都分散市场以规避风险 因此 相关制裁对港商来说影响不大 反而可能使部分企业放弃美国市场 另一条生产线 吴宏斌称 美国过去给香港的所谓优惠措施 实际上只是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生意好坏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和市场需求 受美国制裁措施影响有限 但美国在港的公司数目巨大 相信美国政府的相关行为并非美国商界所了解 自从两年多前产生这个贸易战开始 已经心中有数 整体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不是那么大 反而美国在香港的公司的数字相当多 不是单一方面的影响 其实如果真的继续演变下去 只会是两败俱伤而已 美国的企业都可能很多都需要 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这个是不是美国的商界又容易见到呢 吴鸿斌认为 中国人本质是以和为贵 做生意亦是如此 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治安 是商人选择在此投资的重要标准 近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在港生效 吴鸿斌称 香港商界对此大力支持非常欢迎 亦对香港未来的经济充满信心 他希望美国停止以香港为奇 让香港恢复正常的营商环境 因为中国人的本质是这样的 比较上是以和为贵 性格亦是 不想聊事逗非 漏交打 过去香港人做生意基本 都不牵涉任何政治 都不想做好生意 赚到多少钱 养活头家 这样就很开心 你不要将香港变成一只 他们在博弈中的旗子 而令香港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